陈女士看中的是海宁江南市家小区的一套房子 他说2月份房子还没建好 他在中介跟房东叶先生见了面 那个房东呢跟我们说他是炒房的啊 那当时书川的跟我们说是炒房的 他说到时候大概是五六月份呢 钥匙可以拿到了 这个呢拿到了是马上辜负给你们 这个房子是他的吗 他他说跟那个他就是跟以前那个房东 他说是钱款已经买下了 他是拍胸扑书的 而且给我们写了保证书 也说保证百分之百是辜负到我们名下的了 据陈女士说 叶先生也是从一位胡先生手上买的这套房子 他就跟叶先生签了房屋买卖委托代理合同 付给对方149万块钱的房款 五月份的时候他听说房子盖好了 就催叶先生办理过户 但得知叶先生跟原来房东胡先生之间有了矛盾 就是大房东叫那个二房东去顾负 然后就是顾负的二房东名下 然后二房东再顾负的我们名下 但是二房东呢他不高兴顾负 因为那中间顾负一下呢会产生那个十万左右那个 那个税费了 然后他想他们为他为了逃掉那个税 就是叫那个大房东直接负负到我们的名下 大房东想想一下他逃掉了十万左右的税嘛 他想想心里不舒服了 然后叫那个二房东分他一点 那十万分他分分他一点 那么二房东就不愿意了 叶先生赶到了采访现场 但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 他提供了跟胡先生签的合同 上面写了两年产证到期后过户 胡先生同意叶先生转让给第三方过户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胡先生的妻子 他前面写着就是说两年之后过户 然后过户可以过户给第三方 然后过户给第三方 你说这个合户法的要求啊 就是我这合同是卖给叶龙的对不对 然后我要过户 如果说直接过户给第三方 那么叶龙这个肯定要 这个我跟他的交易肯定要作废 然后我要给第三方进入合同对不对 原房东啊他已经约定好这个房子 可以过户给下面以方 转让给第三人过户 那么他现在又不肯配合了 那说明说这个原房东呢 是有点不呈现的 但是呢因为后面呢 又是那个陈先生 陈女士跟叶先生直接切的那个买卖合同 所以说跟原来的房东呢 合同不是同一份 不能直接过户的 那如果说真的要去办理过户手续的话 需要胡先生跟那个陈女士啊 重新签一份那个买卖合同 然后再由胡先生过户的那个陈女士名下 胡先生的妻子说 这套房子是拆迁安置房 现在跟叶先生 还有一些款项没有算清 可陈女士觉得 这不该影响到自己过户 况且自己已经付清了房款 中介的王店长告诉记者 这套房子是去年10月份 叶先生从胡先生手上买来的 价格是126万多 今年2月底卖给陈女士 定价是149万块钱 前段时间店里有相同的房源成交 价格已经涨到了165万块钱 记者现场也帮忙进行了调解 叶先生表示 自己平时要做生意 事情拖了这么久也很烦 他可以让步 房子由胡先生过户给陈女士 自己拿出3万块钱给胡先生 胡先生的妻子表示接受 发稿前 陈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 说房子已经过户好了